今天就是跟我們提過的事情是超抽地下水 地下水用太多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地層會下線 第二個呢沿海地區淡水會鹹化 考試的時候因為要四選一單選題 所以他會寫說哪一個不是超抽地下水的快速 他會寫地層下線 他會寫淡水鹹化 不要再湊一個 湊個什麼海水倒罐什麼之類的 可是會海水倒罐 會海水倒罐其實也是因為地層下線的關係 然後他就湊出四個選項 讓你選其中一個 所以第一個要地層會下線 第二個是沿海地區淡水會鹹化 喝起來水會被鹹的 淡水會鹹化 第一個要地層會下線 他會下去 那個地下水在裡面是他有支撐的作用 然後撐住他 結果你把他的水抽掉了 把支撐力消失 抑壓 口服黏就下去了 黏在一塊 有些黏在起來可以恢復 有些黏在起來就恢復不了 就是這樣子 就會導致地層下線的結果 所以這些東西呢 台北市過去也有地層下線問題 因為我們台北市水不夠用 我們開深水井就抽太休 台北市地層下線 後來一政府不准我們再用開深水井 二我們有個翡翠水庫之後 台北市基本上不缺水 不能不缺水 我小時候有那種小王下來送水的 你這種人家沒有過過 小王下來送水 然後 不是送水 不是送水 然後你們現在就不缺水了 而且現在最好沒有缺水問題 所以這就是算解決了 可是 像這個這寫屏東啦 其實不只雲林啊 彰化也都是一樣 它有地層下線 就是因為它的養殖漁業 這個養殖漁業的淡水漁業 每個魚池都好大 都像那標準用石量那麼大 然後也很深 它不可能用自來水 怎麼辦 就說地下水 抽太休 用太休就地層下線 你應該有看到新聞啊 我們的高鐵看完蛋了 有啊 因為經過那邊 整個地層就下線嘛 我們要看它是到底問題 OK 也嚴重下線問題 今天是這個狀況 我們圖上有什麼過去下線啊 持續下線啊 在我們的漁民彰化 就是在 就是在 就是在下線中 都是因為養殖漁業 超收地下線 台北市以前也有 現在的情況比較好 就看一下就知道它就可以了 今天是有下線的狀況地區 現在就是 漁民彰化一帶比較嚴重 就是厲害的秋太休 好 你政府裡面看也很難處理啊 然後下線也會怎樣 不要講如果四選一 但你還要再湊出一些選項 所以房屋建築損壞 下去 然後呢 防洪功能減弱 地方要高啊才能擋水啊 下去就不夠高啊 不擋水啊 然後下雨到排水 水往低處流嘛 然後呢 高起來就往低處流 不是你現在也下去了 所以就 排水功能會下降 然後排水會倒灌 太低了 排水會倒灌 OK 然後地層下線之後 可能有一些問題 這個房子 來 先看那個 右邊那個照片 右邊那個照片就是 這是 以前的房子 現在那個洞我也不知道是以前的窗戶還是什麼樣子 反正就是沒有人放進去了 學生的好處就是 從屋頂上開個洞進去嘛 然後這是 然後這是 右邊的 右邊照片 右邊的房子是 已經下去了 沒有辦法去了 左邊有蓋一個新房子 你們 不知道有沒有看得出來 這邊有兩個小朋友 這上面有兩個小朋友 這裡有兩個小朋友 然後呢 重點是 這裡有高起來有沒有 為什麼要高起來呢 對 預備下線用 我墊高兩公尺 每年下降十公分 我可以撐二十年 還是在照片 我可以進去處 所以呢 我是下線的房子 下線的房子 然後呢 我把它墊高 我把它墊高 你看 左手邊 這也是一樣 左手邊 你們可能看不太出來 左手邊 這邊有個腳踏車 這個腳踏車 基本上已經卡在這裡了 就卡在這邊 卡在這了 所以 這邊有腳踏車 也是一樣 把它墊高 預備下線用 可是 房子會下線 還有什麼 墳墓一個 下去啊 那個 會被好幾台水倒過來 對之類的 你看地比根本 你看看過這個圖片 或什麼之類的 OK 好 再來淡水會鹹化 就是在靠海邊的地方 地下水有兩層 淡水層跟鹹水層 鹹水層在下面 因為鹹水層密度比較大 淡水層在上面 可是呢 你會喝到鹹水 你會喝到鹹水的 第二挖太胸 你鑽你鑽太深 鑽到了鹹水層 你就喝到鹹水 第二個 你沒有 你沒有挖太胸 你挖淡水層 可是你把淡水層移走之後 新的層會上來 結果你淡水層用太胸 所以鹹水就上去了 就上去了 就喝到鹹鹹的水 那邊說澎湖之外 那個我年輕的時候去過一支澎湖 那邊的水呢 叫做煮湯不用加鹽巴 就是鹹的 因為澎湖沒有什麼山 然後呢 沒有什麼這個泰晤小丘林 然後呢 下雨下很少 沒有 所以抽低下水 抽太胸 所以水都變成鹹的 你們現在去澎湖 應該不會碰到這個情況 因為現在澎湖有海水 大化場 然後呢 有地下水庫 所以至少在馬公本島 你應該不會再 碰到那個 煮湯不用加鹽巴的 可是如果你到 其他偏地的島嶼會不會 我就不知道 那馬公本島應該不會 就是這樣 紅花接下來都有一些 沿海地區有淡水鹹化的問題 就是告訴各位 我們超抽低下水的兩個壞處 第一 地層會下陷 第二 淡水會鹹化 OK